如果各位呢 你都已經剪接完成了 也確認好了 我這個就先暫時拿掉 如果你確認都OK了 當然 不要忘記 第一個 你的專案檔先存下來 對不對 這樣下次要編輯可以用 再來呢 要怎麼輸出 在上面這裡有一個叫導出 有沒有 上面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導出 那我們剛 我們一開始有跟各位介紹過 他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所以其實不只可以輸出影片 還可以輸出就是互動的HTML活動 類似像測驗 做測驗的部分也有 可是我們主要的是在視訊這一塊 這一塊 圖片跟視訊是完全免費 所以輸出不會有浮水印 那麼如果你用到是右手邊這些功能 他會在左上角還是右下角那邊會有一個 他們公司的logo 就這樣而已 沒有功能不能用 也沒有使用期限的問題 好 那我現在變成視訊 所以我就來這個視頻按一下 他預設輸出就是MP4 有沒有 預設輸出就是MP4 所以你大概不需要做任何改變了 那我們只要確認好你要輸出的資料 在哪裏就好 那我就選到桌面上 確定 這樣就可以 對了 如果你要加一背景音樂怎麼辦 可以啊 在這邊 我剛剛想到 因為 各位我們剛剛不是有去那個YouTube嗎 假設你有一個背景音樂就是我在訪談的過程 或者是我一般的 那個 我有需要把它下載下來的話 你看喔 我把從這邊 假設我要這一個我把它下載 好 下載好了 我就可以拿到這邊來播 MP3把它丟進來就好了 就丟進來 那他放在哪裡有沒有差 沒差嘛 聲音看不到啊 對不對 聲音看不到 所以 沒有關係 你就看你要放哪邊 但是重點來了 我不知道各位 你們在PowerPoint裡面有沒有放過 音樂進去 一般 簡報的時候不會特別放 為什麼 因為你是人工簡報 可是我們平常會用的是什麼 比如說你有收到別人寄的mail裡面 是有放那個有放音樂的 就是讓他自動播的 那你也許就會 可是 你這樣一丟進來 很抱歉 PowerPoint也是一樣的情形 就是預設是只有這張投影片有聲音而已 第二張以後不會有 所以如果你的聲音你需要是一連貫連續下來的 請你在這個打發的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播放到多個換燈片 頂層底層都沒有差 反正聲音看不到 所以 你就 選好了 這樣 他就會在這個也會有聲音 這樣有了解的 所以這個稍微跟大家再補充一下 那我就 一樣的 我就選到我的桌面上 NB4就把它輸出了 那至於輸出的時間長短就跟你的 內容有關係 基本上就是 ADIPRENTER 雖然他不是所謂的標準的影片檢測軟體 但是我上兒童班的時候我都有用 你看哥哥我都幫你當兒童班有沒有 我有開兒童班 兒童班我們會 以後也會介紹這個OPS 3D軟體我們做的後面這個 兒童班我也有開 所以我都一視同仁 大人我也教這個小人 小孩我也教這個 好你看我們這個做好了 現在我就回到我的桌面 在這裡 點開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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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那剪輯音樂的時候 也是一樣啊 一樣啊 跟 有音樂進來對不對 這樣OK嗎 所以你的聲音就要注意一下 才不會打架 你在OPS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 對於我們今天講的這兩套軟體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可以啦 腿真的也可以調音量大小 可以啊可以可以 點到它 你從這邊看得很清楚這個是上面比較大聲嗎 點到這裡你可以選擇 如果你只是某一個段落你可以用那個 區塊把它框拳起來 那在這邊有沒有一個音量 點一下你就可以自己調 然後既然有看到這個 旁邊有沒有一個人 這就是調影片的速度 比如說你要快轉 要慢轉 有沒有 有些可能那個過程比較長你要快轉你就在這邊調那個 影片播放速度也可以 這樣了解 對你選擇區塊之後再來做 就只有那個區塊如果你沒有特別選那就針對整段 就針對整段 好 這樣就OK囉 OK